这位同修问的很有趣味 他说请问法子智慧是什么 他从活出来到活出去 这个问的很趣味 那智慧是什么 那简单的呢 就书香上跟你说了 智慧就是明了 你看回乡记说 愿得智慧真明了 你对于一切现象 你都能够通达明了 这就叫智慧 智慧大的人呢 不但知道现情 还能知道过去 还能知道未来 受风三世 一切理 死 性 相 因果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是智慧 智慧 智慧没有来处 智慧也没有去处 智慧是我们自信的 都本来具足的 佛家叫薄弱智慧 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智慧呢 有 跟佛一样圆满 一样就近 但是我们的智慧 被东西障碍住 智慧好比太阳 我们现在什么情形呢 有一层乌云 把这个太阳遮住了 太阳在 不是不在 乌云 障碍住了 阳光 透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智慧就没有了 那佛教我们修学 修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障碍去掉 你自信智慧就又透出来了 什么障碍呢 佛给我们讲 烦恼啊 尖死烦恼 这是一个大类 尘尚烦恼第二大类 无名烦恼是第三大类 你有这个三大类的烦恼 把你的心心呢 遮盖了 所以你自信里面 有究竟圆满的智慧 不能兴起 你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万德万能 你也不能兴起 你自信里面具足圆满的佛报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 现在也不能兴起 那么这烦恼从哪里来的呢 跟你说自己造的 烦恼不是原来有的 是你自己一念不绝造出来的 自己造 那你自己还要受啊 佛虽然大慈大悲 没有办法把你的障碍除掉 为什么呢 障碍是你自己变现的 不是别人呢 给你的 别人给你 别人就有办法带你去掉 他不是别人给你 是你自己从 是你自己从 迷幻当中生的 你必须从迷幻当中 一下救出来 救过来 就像你在做梦一样 你自己在做窝梦 别人没有办法救你啊 那那个梦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别人呢 变现就给你做的 一定要整你自己清醒过来 那你就得救了 你要不醒过来 那就没法治了 那我们今天 就在做梦 勇家大师郑道哥讲得好 梦里明明游流去 我们在搞六道轮回 是在做大梦 绝后空空无大线 什么时候真正救过来了 不但六道没有了 释法界也没有了 六道没有了 释法界没有了 跟诸位说 一针法界也没有了 为什么呢 一针法界是从 释法界对立 相对建立的 是相对的 是方便说的 这边没有了 那一边也没有 那才真的是 绝后空空无大线 你要认为 六道没有了 释法界没有了 还有一针法界 你完了 你还是谜 你还是执着 你妄想分别执着 还没断吗 我说执着一个 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能不能见 绝对见不得 是众生的大毛病 处处着相 佛虽然说得那么清楚 说得明白 立一切相 继一切法 他就是不肯立 佛说法 善巧方便 你也懂得 他说法的意思 众生知者有 佛就讲空 希望呢 你把那个执着油打掉 可是众生很麻烦 佛说空 油破了 他又执着空 麻烦到了 他是叫你去执着 不是叫你换对象 众生学佛 往往都是换对象 事发不执着了 执着佛法 事发不分别了 分别佛法 所以永远没有办法 脱离无名 永远没有办法 丢掉 妄想分别之处 都没办法 这是众生最困难的地方 不达智慧 没有来去 中观论里面讲的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移 不义 你不能说是一个 也不能说是两个 为什么呢 你起心动力 你就有分别之处 佛实实在在教给我们 对虚空法界 一切现象 常常保持着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执着 那就对了 完全正确了 起用的时候 别人向你请教问的时候 你讲得偷偷是道 不起作用的时候 你念不散 六祖在禅经里头 讲得好啊 本来无一无 何处热尘埃 本来无一无是 自信 清净心 全体 显露 那就是如来 古地上 我们讲的 击灭人 清净击灭 任何处热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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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象的发挥 万象的发挥 那就是外面一切现象的动态 大的 星系在能运行 小的 像地球上春夏秋冬的变化 刹那 刹那刹在的 不妨碍 清净击灭是体 不妨碍 万象发挥 那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重点是讲 无碍 什么时候无碍 清净击灭 现前才无碍 你心不清净 心不寂灭 那就有妨碍了 离四有碍 四四有碍 齐心动念 一动就有妨碍 什么妨碍了 迷了 你自心里面的智慧 德能 向好 统统不能现前 妨碍了 那么由此可止 那真正用功的人 用什么 一切境界里头 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个话我也讲得很多 这叫真用功 这叫从根本修 心欲清净 看你清净的程度 你的智慧 德能向好 你能够透出多少 你一分清净 所以得一分利益 这三样 透出一分 两分利益 那你就得透出两分 就以佛家的经教来说 你得一分利益 这个经教摆在那边 你就能解得一分 你一分清净心 就能解得一分 如来真实义 你有两分清净心 你就能解两分 如来真实义 你心里头还是妄想分别执着 那你就错接入来真实义 你就去接入来真实义 这肯定的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只有依靠祖司大德 为什么呢 他们得到了几分清净心 他们能解得几分清净心 我们要凉赖别人 初学是不能不凉赖别人的 一定要依靠善知识 依靠善知识是我们初学的一个过程 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面依靠别人 一面要自己认真去修养 到自己有个一分两分其如了 渐渐就可以不要依赖别人了 可以独立了 总不能一辈子靠别人 那就不成话了 这个道理要懂 就不成功了 就不成功了